大家好,这期跟大家分享兰花,我们养殖的兰花在这个时间段基本上都已经冒出了,新芽甚至长得非常高了,但是在这个三月份到四月份是各种病虫害的高发期,为了能够让它健康的着长,不被一些病虫害侵蚀,那么我们给兰花护芽就要做好预防虫害的准备,就是从三月份下旬开始。 因为气温继续的回暖,借可从红蜘蛛开始活动起来,那么我们预防红蜘蛛的话,就是给它使用这种小白药,副虫胺,它是一种内吸型的沙虫药,只要把它撒到盆土表面,经过浇水之后就会溶解,在土壤里面被蜘蛛吸收,这样就有效地起到预防虫害效果。 因为红蜘蛛这种蜘蛛体型非常细小,红褐色的或者是橘色的,当我们的兰花叶片受到红蜘蛛侵害的时候,叶片的叶绿素就被破坏,在后期就会出现灰黄色或者是坏死的斑块。 如果我们的兰花已经染上了红蜘蛛这种种害的话,我们就选用一些专制的药物给它喷洒,专制的药物就是这种螺蛮纸,它是一种针对性的,我们只要定期的给它喷洒,就有效地把红蜘蛛给它撒面。使用的方法就根据说明书来试试水给它喷洒就可以了。 好了,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